那可是比賽前大家都會很緊張啊 我也會啊 蛤 我也會緊張啊 大家好又回到我們的出鐵單元 我是山姆 那今天 就是 我們請到 海放法師 正中佛系選手 我是罐頭 什麼海放法師啦 那今天 我們要跟各位講的是 心法 那什麼是心法呢 就是 你應該 在賽前 不管是賽前還是練習的時候 用什麼樣的心態 什麼樣的心情 然後呢 去做你的 準備 然後去做 練習 這樣 像我在練的時候啦 其實 有時候我們 會照計劃去執行嘛 那有時候 身體狀況 不如預期 那我只覺得 當下我會覺得 鼓勵自己 我能做多少 就做多少 因為 課表是死的啦 然後重點是人 我還活著 然後我可以能做多少 做到不留後悔的 心情 就好 這樣 喔 所以 法師的 心情很簡單 就是 ALL IN 只要我還活著 我能做多少事情 我就 做到 不是這樣子啦 是 你講 你 不留後悔的心態 就是盡力做嘛 那能做多少算多少 然後 當然 比賽的時候 就是抱著那種 享受心態 我都已經 就是告訴自己 我都已經準備了 我該 該努力的 該付出的都做了 那接下來就是 享受這場比賽 那可是比賽前 大家都會很緊張啊 我也會啊 我也會緊張啊 那你怎麼去面對它 其實我在 準備比賽之前啊 可能前兩三天 或是甚至比賽前一晚 我還是會稍微 看一下 國際 國際選手比賽的一些影片 那 變成是把自己 融入在當下 那 換位思考是說 如果我是這個選手 我心情是怎麼樣 那當然一定會是 緊張興奮 因為我畢竟 準備了那麼久 就為了這場比賽 那可能就是 再冷靜一下 去調整一下 那我明天該做好什麼準備 早餐 幾天起來 吃什麼東西 然後 幾點出門 然後幾點佈置 轉換區 等等的 都會現在腦海裡 亂過一遍 其實 再想過一次 甚至甚至用 寫的把它寫下來 其實你在 再重新整理一次之後 心情會稍微 冷靜一點 會比較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所以 我這樣子 聽下來 然後簡化了一下 就是 法師緊張的時候 就會看影片 但是 就是 看個影片 然後 舒緩一下 對啊就是 暫時 把自己的心情稍微抽離開 然後去享受 這個 能讓你放鬆 或是更讓你能 專注的一些影片 然後剛剛 我剛剛還聽到一個重點 我不知道各位觀眾有沒有聽到 法師還有一個習慣就是 賽前的時候 會冥想 他會冥想 他會從 就是 早上起床 然後他要吃什麼 然後 他要醞釀多久去大便 所以大家都一直 有看前幾集的都知道 我很在意 賽前有沒有大便 一定要大便 然後到 穿上他的戰袍 然後到 站在 那個湖邊 然後 算著佛珠這樣 算著佛珠 然後準備跳下去這樣子 然後你會把整個流程想過一遍 我覺得這很重要 很重要 你就不會拉掉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 你在轉換區的時候 你要穿什麼 你要 你要把什麼東西擺好 要穿什麼 都會先準備好 對啊 先想過一次 然後在實際 在佈置 轉換區的時候 大概再重新run一次 你大概就會知道流程 喔 所以 那我們就簡單 濃縮一下 賽前的練習 就是 Hall in 不留後悔 然後如果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是 咬牙切齒撐下去 對不對 不要讓自己後悔 不要說 早知道我就多練一點 早知道我不要少做一趟 然後 到真的比賽前一天 然後就是 看一個影片 然後 冥想 認真的去把 整個流程想一遍 那 賽後勒 萬一 不如預期 原本 我知道很多人都 我一定可以 五一五兩個半小時 一一三 三小時 五十四分 對不對 那萬一落賽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 難免啦 就是來比賽 有誰不報了 對不對 那 以我的經驗 我是報 從頭報到尾 報很多年了 大概有十年了吧 那 從頭報到尾 每次都前三 沒有這樣 就是 當然當下一定會很沮喪 不過就是 至少我能做到就是 我在這個 之前的準備 我也都盡力了 那 去從 過程中 發生失誤的時候 做一下檢討 或者說 中間在哪一段發生了 不如預期的狀況 我會重新先把它記下來 那當然記下來之後 當然 因為比賽完 就先放鬆了 只是把 我犯的錯先記下來 那放鬆的心情 當然我還是會去 可能是吃一些 我在比賽前 在一直在客製 但是一直很想吃的東西 或者說可能去唱唱歌 然後 或者喝一點小酒 找朋友一直出來打比賽 這樣子 然後看個PH 然後 喝喝啤酒 吃個鹽酥雞 對不對 大概是這樣 法師都這樣 要那個嗎 要靈修嗎 靈修嗎 什麼啦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自己的心法 就是 賽前 努力的練習跟 充分的準備 並不是為了說 你要有多快 而是你可以 從容 開心的玩賽 你覺得怎麼樣 沒錯啊 對不對 其實 你如果準備夠的話 我們準備夠的話 其實我們會比較有 比較 優雅空間去把它 完成 就不會是 很狼狽啊 然後 好像 就是有點 好像做那個做不好 做這個也做不好 那種感覺 還可以早一點回來 跟其他漂亮的 鐵人聊天 對不對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對 是的 你可以 你看喔 然後你如果依三 四個小時 然後你可以聊很久 你如果 回來七個小時 前面 修哥都走了 比你快一點的都跑掉了 大家如果對就是 從 練習到準備到心法 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然後呢 下一集我們就會專業的回答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